今天就要帶大家去遊樂園類型的景點啦 就是可是台灣玩不到的過山車之外 還是全亞洲最長的山林系過山車喔 你跟翔哥一樣喜歡享受刺激感 還是跟樂園和牌一小飛車呢 這個速度可以自己控制 又來欣賞風景 就是你來越南不能錯過的景點了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Let's go 你看現在後面的車梁 還有停車 可能吧 我不確定 大家我發現啊 就我們如果常跟這邊的工作人員說 新家娃娃娃說感恩 他們都會超開心的 這邊的停車費蠻親切的就是他只有3K 他一張票成的話是150 然後身高低於120公分的是80 對小朋友看身高 這邊大多數都看身高120公分 就浩甯這邊買完票之後就過來這裡吧 就是這邊排隊我們就可以去搭車了 欸現在人變少了會不會是用午餐時間 這樣就拍了 對啊為什麼 走走走走 跟大家講一下地位位置 我們今天玩的這個是最長 亞洲最長的是這邊 我們就到這邊受票停了 然後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就是滑車 一定要比較長 然後你假設是要去玩比較短的話 可是這邊比較便宜 看起來差大概應該要兩三倍吧 然後下面這個其實 就是你不一定要坐過山車 假設你只是單純買門票的話 你可以用走的走上去 對 門票好像30K 像我們今天不是還有 我們還有玩一個就是滑車 我們就在這邊 出發 現在準備要去搭亞洲最長過山車 跳一下150 欸我們很幸運 因為現在沒有開隊 所以現在正中午大家都吃飯 出發出發 我們要追上肉依 這邊聽說亞洲最長 看這邊失速度比較快 追上肉依 我到底是害怕你 肉依要撞到 他不讓我撞到 他有那個設計 他有沒有看到肉依在前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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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速度好快喔 還好嗎 這台速度還蠻快的 欸前面怎麼那麼慢啊 啊 其實可以自己控制速度 就沒有那麼害怕了 二頭好暈喔 搭賽車欸 我要撞肉依 我的夢想就是撞肉依 我一定要撞到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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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全部都塞住了 爽 我恨你 撞到肉依就是我的夢想 撞到肉依就是我的夢想 抱歉 你看結果現在排到後面都是 後面的人生氣了 後面的人生氣了 大家都用力的撞 大家都用力的撞 前面人們在拍照大家都在等他 翔走 在那邊塞車感覺很差 跟你在都市塞車一樣感覺很差 喔可能翔哥想玩刺激的吧 對啊誰不想玩刺激的 我我我我啊 但前面有一些蠻快是蠻好玩的 他還是堅持不往前 結果現在後面的人都很生氣 大家都一直很激動 然後結果他還是繼續停在那裡 真的是霸氣 要是我可能頂不住壓力 我也是欸 他算是勇氣可嘉 終於動了終於動了 大家一直沙沙停停 因為前面的人還是頂太低 哇 哇 哇 呃 跟著其實 哇 前面等一下就要魔鬼大上坡 你看 路上就是有一些這種瀑布 路上就是有一些這種瀑布 只是一直塞車叫混掃戲 有上面下來了的塞車 你們看我的視角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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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是不是很高 感覺超恐怖的啊 肉依要上去了 不過那瀑布的主要滿混濁的 看起來有點小混濁 不可以結果我太臭 他那個往後倒 嚇死我了 好險這個很精切,我可以 哇,這邊速度還滿快的 現在大家犬牲不結束 目標追上肉依 哇,這速度真的很快 哇 肉依真的滿快的 我追上你了 差點又哭 但改自己控制速度就比較還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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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東西就變疙瘩了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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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對啊,你喜歡喔 張榻哥開心了 我們到重點了嗎? 至少撞肉依 嘿嘿 你看這是自動停滅 這設計真的非常好 很安全 但翔走哥就硬要撞了 非常享受 所以他等一下回程 我們要再回來一次是不是? 喔從那一側 最後是大家坐山坡下來 然後看說是再回去 喔好棒喔 這樣懶得走樓梯又喜歡玩遊樂測試的大家 是不是很輕鬆 對 然後翔走哥髮皮超好笑的 對一下 對啊好可愛喔 你剛剛是不是很享受 最後面的段速度蠻快的 喔我覺得建議大家真的不要冷多 你看我們剛剛路口庫其實人很少了 對因為我們還是在大學 對我們昨天如果 昨天是今天的大概四到五倍 就是走人下來比較快 因為他圓區好像很小好像就這樣 他們可能在排過山車跟看破山車 跟看破山車 有點可惜 因為他前面在維護 你看全部都封起來了 所以都進不去 我們看看瀑布 卡拉瀑布 抵達了超快速抵達法 去搭過山車 好享受喔 完全不流汗 對完全就直接滑架就好 對啊我很推薦大家來 對 我覺得他瀑布是還好沒錯 但其實也還蠻值得看的 可是因為過山車的原因又加了幾分 加蠻多的 下來之後就先不要急著去排隊灰塵 就慢慢走過來 然後看一下圖 我們現在就來排往上的過山車吧 排超久 排應該有半個小時吧 對而且我剛剛在那邊其實不太好 就是大家都亂沙堆 亂沙堆啊 我們原本都在我們後面 全部跑到我們前面 而且他們都已經上車了 現在翔走哥上車了 現在翔走哥上車了 紅色閃電 see you 欸你要拔太好喔 待會見 我的來了 我的來了 這是一隻小隻 上車囉 上車囉 領當中 可是因為我之前 在跟樂園拉過過山車的體驗 所以現在就可以完全放鬆的超遠 沒有那麼害怕了 結果等一下滑了一個馬上又起床 要到山頂了呢 超高得喔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當年 I'm coming 天哪翔走哥就會離我遠去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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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車其實升起來說還蠻安全的 原因是因為它其實在你靠近前車 大概有十幾公尺的時候還是都買傻車 所以其實你很難又很高速的速度 去撞到前面的車 衝刺 又塞車 要選擇相信碰碰碰車 不然到想睡覺 但我覺得自己一人玩一台車比較有趣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的那個大旋轉 是吧 其實我覺得越南的過山車我真的蠻喜歡的 很享受 而且它可以兩個人一起坐耶 所以如果你有帶小朋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親密的活動 那我如果可以錄影的時候 都一直用這個姿勢跟大家講話 應該很輕鬆的 我幸福 刺多懶 經常去挑戰那個Zip Line 我現在的手還是在發抖 可能集中太久沒有鍛鍊 來越南之後就完全沒運動 所以等於說太久沒運動 我明天應該會走爆炸船 金加油 好可愛喔 然後因為在珍珠樂園比較刺激 所以我們就會一起互交 很好笑 所以看來回程就比較普通 大家可以買單程的 或是你懶得爬你就買雙層的 反正才差50K 可是排隊排超多 2、3 我都給5顆 因為我覺得比起 要我一直去一些景點還是拍照地 我覺得這好玩很多 好那我講一下為什麼我給3分 其實我原本是給這邊的期待度非常的高 可是因為我在這邊遇到一些就是 有人一直走走停停 一直不斷的停 然後就沒辦法享受那種刺激感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排隊 灰塵中排隊 對 就是因為遇到很多人的原因 不然值得玩 這感受有點差 昨天更爆炸 昨天是這邊的5倍 大家可以享受 禮拜六 拜拜 我們接下來到底會不會繼續移動呢 還是累到會去休息 其實大熱真的蠻多點的 對啊 而且是1分很舒服 拜拜 我出發了 OK,我準備好了 我覺得這兩個頭非常的有設計感 非常的好 對啊,超帥的 孔姐 恐怖耶 嗯,甜蜜蜜蜜蜜蜜蜜蜜